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罗志祥和周扬青的分手事件 大家都以为已经落下帷幕了 但是沉寂了不到一周 罗志祥再上热搜 原本以为罗志祥再次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是发表道歉或者是退圈之类的言语 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复出宣言 前两天有粉丝做了一段短视频来鼓励罗志祥 粉丝在视频当中写道 你不一定要逆风翻盘 但是却一定要向阳而生 你知道吗 梦想就是梦里想做的事情 醒来之后要去努力实现 所谓的万丈深渊 走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粉丝可能也没有想到 这段标准的小学生作文选道中摘抄下来的文字 被罗志祥本人回复了 他在粉丝自制的视频下面评论说 谢谢你 请等我回来 虽然能够理解粉丝对爱豆的这份感情啊 但是啥逆风翻盘 万丈深渊的 确实是有点过了啊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呢 而罗志祥的这一句话更加迷惑了 你要是光谢谢也就完事了 还整个等你回来 这才消停几天啊 就琢磨着咋付出了 如网友所说的啊 凭什么回来 哪里来的猪脸 等你回来当体育老师开运动会吗 千想万想 罗志祥这种连底裤都被扒干净 人设碎了一地扫都扫不起来的明星 为啥这么有底气呢 当点开话题 罗志祥请等我回来 相关的评论之后 全都明白了 有人直接把受害者有罪论的屎盘子 扣在了周扬青的头上 说他虽然损失了九年 但是罗志祥可是失去了后半辈子啊 明白的人都知道 周扬青只不过把罗志祥的所作所为 说出了冰山一角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给罗志祥做瘫痪了呢 有人在道德面前 做不及防的开始讲法律了 罗志祥又没犯法 凭什么不能付出呀 有人为了举例子 甚至开始降维打击 把罗志祥和杀人犯做类比 反问大家为什么不能支持他付出 而最后这位选手更是高明了 人家要么精准打击 要么死缠烂打 他是把二营长的意大利炮给推出来了 同归于尽 娱乐圈哪有干净的 都是还没有挖出来 都是时间问题 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啊 但其实你稍微的寻思一下 就是一句堪比万能公事一样的屁话 放在哪个行业都适用的 终究一个私生活混乱如此的明星 一个不知道祸害过多少小姑娘的 已有伴侣的人士 一个给广大青少年带来这么大 不良影响的公众人物 就因为他是罗志祥 所以无条件的原谅也好 为他想出了洗白的一万种方式也好 你好我好 不如我们家哥哥最好 话说啊 你们真的不怕周阳青姐姐的 天塌地陷紫金锤吗 不见黑人团队不掉泪 其实啊 早就在罗志祥刚被爆出出轨的那几天 大家都已经开始讨论 罗志祥会不会付出 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付出了 前几天还有台媒爆料 称罗志祥将在五月份召开发布会 借此公开谢罪 并且宣布自己将无限期停工 台媒表示 罗志祥本打算五月五号看记者会的 但因为准备不足 已延期了 预计呢 最快在本月完成 这一次小猪除了公开道歉之外 还准备切割 剪凯乐 蝴蝶姐姐 很有可能会跟她解约 其次呢为了顾及两岸的粉丝 罗志祥将地点选在了深圳或者是上海 会议直播的方式进行 但同时 他也是为了之后 回台湾主持娱乐百分百埋伏笔 据悉 小猪是想要效仿陈冠希道歉 宣布暂退娱乐圈来获得大众的原谅 可是打脸啊 来得太快了 台媒刚爆料 罗志祥退出娱乐圈 本尊今天就亲自出来辟谣了 发表了付出宣言 其实啊 他想付出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即使罗志祥在内地娱乐被除名了 娱乐百分百也会接纳他 或许将成为他永远的避分港 简而言之啊 就是就算在大陆受到抵制 在台湾还是能够继续搞事业 目前他在大陆的综艺和代言确实都黄了 比如让他成功走红的综艺 极限挑战 上个月罗志祥还发言称 极限挑战里肯定有他 但是这个月官方宣告跟海报都没有他的身影 最近才播没有多久的创造营2020 之前呢也是请了罗志祥来当教练的 结果罗志祥被爆出这事之后啊 官博悄悄除名了 拉上了大张伟当了特派教练 还有疑似吴亦凡将取代罗未知的消息放出了 除了综艺 很多代言也删除了跟罗有关的消息 最惨的还是猛牛 4月22号刚刚宣布罗志祥成为纯真的代言人 4月23号周扬青就爆出大瓜了 又只能够紧急换成赵丽颖 合作了半年的纽西之谜格力双 直接宣布4月份终止跟罗的合约 综艺被除名 代言被换 品牌终止合作 从一线到如今的全网抵制 罗志祥也最终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可能他并不想推出娱乐圈 毕竟最初在台湾啊 他的风品也是一直很差的 好不容易凭借搞笑和暴梗 再次翻红 洗白成功 谁想放弃呢 可是作为公众人物啊 只是靠与本人不符的人设和洗白 来立足娱乐圈 终究会翻车 说到罗志祥想要直播道歉这个消息 让人想到了之前被实锤出轨之后 发PPT道歉的史上第一人陶哲 2015年陶哲婚内出轨杨子琴的事情 被媒体曝光了 最初陶哲公司是不承认的 还说俩人啊 只是蠢聊天 之后陶哲还发声明回应 说杨子琴是污蔑造谣 但是没有想到 女方晒出了一系列的实锤证据 导致她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 这次盗窃呢 陶哲还玩了个狠招 直接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特意制作了一个超级新美的PPT 来向媒体朋友们解释一切 此PPT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 重点还全部框出了 实打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出轨经过 最后还很严谨的写了结语 像极了珍贵的教学模板呀 原以为这么用心做完PPT的陶哲 应该是浪子回头了 没有想到之后 绯闻新闻也没有断过 就在去年年底 陶哲还被拍到送长腿美女回家 虽然官方回应是送朋友回家 但是半夜送人回家 还贴心牵手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吧 如果罗志祥还真要做PPT道歉的话 那么这PPT啊 起码还得加好几十页呢 面对罗志祥这种渣男啊 周阳青及时止损是理智 分得干净利落 并且条条在理是本事 从艺先从德 做戏先做人 所有人都知道娱乐圈很乱 没有底线 像一个大仰缸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谁惯的 放眼望去 那些粉丝的奇葩留言 会让人有一种当艺人只要活好 完全不在意私得的错觉 对待劣迹御人这一块啊 我们能不能稍微参考一下其他国家是咋做的 2014年 因为花样男子爆红的韩国男星金贤重 在被韩媒爆出酒驾和家暴之后 宁起一落千丈 别管之前迷倒过几十万几百万的女孩 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 她连同家人一起被喷成了筛子 四年之后啊 她嗜水复出 演了部时间停止的时候 评分一落千丈 打开评论区啊 还是一片抵制的声音 红极一时的日本女星酒井法子 曾经因为吸毒逐渐的淡出娱乐圈了 服刑出来之后啊 没有公司再愿意为她提供工作 曾经的玉女天后 只能够去邮轮上和小饭店来接小型商演了 惨吗 挺惨的 但是话说回来啊 越惨才能够越让自己国家的青少年明白 德性是根基 德不配位必然遭殃 你可以去做你的生意 没有人断你的财路 抵制你发财 你也可以去搞搞投资 没有人会因为你出过鬼不和你做买卖 但唯独是不能够重新出现在荧幕前 消费自己那可怜的形象和信用 代货代言捞钱 其实每一次看评论啊 都有人拿明星和科学家 音声啥的做比较 个人觉得吧 没有啥大必要啊 钻研科学和娱乐文化 向来都不是对立的两个部分 真正应该对立的是正能量的明星 和这些劣迹艺人的付出 追星可以 如果我们能够从那些新一般的人身上 学到他们如何刻苦的 如何坚持的 如何给社会多少做一点贡献的 这不是坏事 但是倘若学来的都是为 劣迹艺人的诡辩啊 学来的都是出轨没问题啊 私生活没问题啊 那便大可不必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